这是西双版纳叶像谷 亚洲像在我国的家园 一条河流关眼穿梭于热带丛林间 亚洲像采出的无数脚印 成为其他生物那已生存水源 大象生物 万物生物 这份生机博的景象 小象茉莉却从未见过 小象茉莉 她只在高举的相沟的威胁下 日复一日的表演道理 她不理解为来外这个世界 扭曲的恶趣味 也无法用万能的鼻子解开铁链 甚至她不知道那是一条鼻子 第一次站在一坨亚洲像跟前 你会经历于这种生物不可思议的美 跟非洲像不同的是 亚洲像头上有两个东西 人们亲戚的称之为智慧龙 这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像比跟人的手一样灵活 操厚的皮肤之下包裹着敏锐复杂的神经 正处大象满身 高度见证 又高度明白 这是野象有一头圈养的 三十岁的磁性亚洲像 很遗憾 我至今没有在意外遇见亚洲像 那九千公里开外 有一座大象天堂 这是世界上安产野生大象最好的地方 绵延无尽的平面上 漫步着六百多非洲草原像 一个象群 由那头最年长的磁像给手里 它是沉浸又充满智慧的魔法 更是慈爱的母亲 祖母 和人一样 大象之间一个生生的心情一代 他们能表达喜悟哀乐 有自己的语言 并互相关心 彼此分享 你看 视频中 这座磁像正召唤象群成员 来下收淡水 磁性小象一生对跟母亲 祖母在一起 他们对千玺路线有着牢固的记忆 并把这张印刻在基因中的地图 一带来传下去 非洲象如此 亚洲象也是如此 小小茉莉本来也该和她生爱的妈妈 像这对大象母亲一样 无忧无虑的生活啊